国语有生善书 一尺拱横堂善书 观音净土游记 主著先佛为观世音菩萨 福鸾为通天永彼 观音菩萨将 第十六回阿弥陀佛显真身 誓曰 完结篇中免仲贤 搬行游记地身援 勘期寿氏绵延部 书胜契机众福田 盛世 贵堂起见书胜法言之前夕 是指本书完结篇 有劳诸仲贤生了 可也诸书 贤生灵神出窍 弟子参寇菩萨连驾 免礼了 无等出发了 是 师生上连坐 菩萨啊 今夜所由当世华光万树林 然也 贤生应是准备充足了 弟子惭愧 就也仅知道此区是与极乐世界的分隔界限 区内都是为证菩萨之修行者所居 其余就找不到资料了 呵呵 让贤生找到资料 那本书也就太无趣了 无当然是要有一些上位传世的圣地 让贤生访游列入书中 太感恩了 您多费心 弟子就轻松多了 可是那地方既然都是菩萨 身高至少丈二 那弟子是否也能变身长城丈二呢 有必要无救助贤生一臂之力 否则以小矮人看巨人世界 也是另一番风景 师生言谈间已来到一片祥和音韵锐爱 却寂静无声的地方 菩萨啊 弟子依稀见到有黄蓝胶间所闪耀的精彩 却未见光源由何处来 您可否开示 贤生真眼间 可知道这闪烁出来的蓝黄光彩 是由极高温中威力快速穿越气层所产生之光源 没想到贤生也见早了 这些亮光只有在此树林中才会显现 因为此区之内都是菩萨摩赫萨 不会受到此光干爱 这种精彩的亮光会伤到未证菩萨者 这从何说起 贤生当之隐石撞击地面对人类的伤害 同理宇宙间威力经过快速飞行 以及极高温之热能 其伤害力由胜于隐石撞击地面 弟子明白了 不过这些光亮为何要来到此区 难道说是要点缀此区的殊胜吗 就像人间放绚丽的火焰炮一般 贤生可真好联想力 仙界有如此无聊吗 贤生看看前面是何光景 抬头极目望去 弟子看到了 好像有许多菩萨摩赫萨聚集在那里玩火龙 只见一挑挑光龙 就让菩萨们玩弄在指掌间 那些光龙就像宠物般 很听话地听住菩萨指挥 原来在远处有一片树林 上面好像都点缀磕颗颗星星 然后菩萨们聚集灵能 将那些星星串联成一挑光龙 就飞旋在树林间 贤生妙语如珠 将此威力光龙形容成宠物 倒也一绝 不过贤生再看看 难道还有深意 原来此季师生已来到此树林前 可以看得更清楚 原来无数位菩萨摩赫萨 各个垂茧滴眉 双手合十 助力于林前 而那些光龙 好像是搭成一座光桥 这情景好像在迎接一位重要人物一般 菩萨啊 这是做什么呢 赎料也无回应 转头望去 菩萨也与全部菩萨的形态一样 正不知如何之际 却想起一阵阵天籁范音 菩萨啊 不会是难无阿弥陀佛来到此区吧 正是 阿弥陀佛无量慈悲 在本书结尾末一篇《世面贤生》 这让弟子受宠若惊了 菩萨们都以毕恭毕敬的肃力 那弟子是要大礼拜了 话落就伏身顶礼 咦 拜不下去 菩萨啊 您不让弟子拜 此季传来一缕非常柔细 但却字字清晰的语音 善生无需大礼拜 见礼即行 善生身父欲照著书 无佛理当尊重天旨 心中可真忐忑 弟子寇见难无阿弥陀佛 您在哪儿 弟子怎连一个光影也见不到 善生不用找了 可能是无佛与善生缘谨至此 所以善生听得到声音 见不到无佛身影 弟子可真福薄 您特意让弟子拜业 却谨闻其声 不见身影 您佛法无边 一定可以让弟子见到佛身 合不住弟子一臂之力 好让本书较为圆满 否则众生一定很遗憾 未能见到南无阿弥陀佛现身 哈哈哈哈 善生乃系奉旨著书之正乱 既然如此 无佛也就让众生与无佛 再结一次深缘吧 心里喜翻了 口中上要说些话词 是您慈悲大量 是众生福元身后 与弟子无关 话由未说完 只见灵烧上光龙 形成一个大光圈 内中一佛 哀 还是看不清相貌 怎么形容呢 善生无需失望 放眼看去 严福体地著书正乱 谁得见无佛现身 所以善生可以交差了 弟子拜谢 弟子也知道您必然有深意 要不是有本书之注 要听闻您的佛音 已经是困难重重 要见您现身 应该更是难如登天 哈哈 善生说得太谦虚了 鞍门筑造观音净土 游记乃是弘扬 观音法门之宝法 引渡有缘众生 无佛不但热语 接见善生 更要感谢 鞍门善众群贤之发心 未来十日 观音法门之更为 弘法立生 当要感谢贵道场神人 善众之发心 您佛口今言如此包扬 想必本堂神人一定是感恩 有您佛言一句 本书当然是更可以广布流传 引渡有缘善众 善生能言善道 无佛领教了 可也无佛回嫁了 弟子恭送佛驾 只见佛影渐渐消散 那无数光龙又聚集飞舞 而各大菩萨摩赫萨 也与观音菩萨各自见礼而后散去 好了 贤生回堂吧 贵堂上有许多佛圣等着 是 师生回城中 弟子是真的福宝 看不清佛像 还是真的很少人看清楚阿弥陀佛的法像 贤生应要知足了 目下尘世间所流传拜夜道阿弥陀佛的佛驾 不是一团金光 金物 金圈 最多也只是视线化身而已 今次难无阿弥陀佛可是视线本相 所以贤生是收获良多 哈 弟子就知道 所以当下就拉着您佛秀 所以没有看十分 也看个六七分了 那是我佛慈悲让贤生看 否则就算无借窍 贤生也看不清楚 好了 已到贵堂 无悔 弟子恭送佛驾 谨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目前 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享用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达文贵图 优优独播放